我們都知道火鍋業者 現在面臨一些湯底研發及品質穩定的挑戰 因為人很難請 工讀生太困難的湯底不會做 導致湯頭品質很不穩定 針對這個問題聯合立華飲食策劃 特別推出好鍋定位三步驟 讓步驟更簡單、品質更穩定、味道更提升 現在就來看一下如何三步成鍋 備好老薑、蒜仁、紅棗、枸杞 以及汆燙好的雞肉 讓出鍋更快速 接著把準備好的食材和汆燙好的雞肉一起下鍋 在水或母湯中 先加入雞粉提鮮 接著加入濃白高湯凍 提升醇厚風味與湯色 最後加入胡椒粉 米酒 進行快煮動作 胡椒老火雞鍋完成 首先用沙拉油爆炒老薑和雞腿 注意不要先加入麻油 不然會變苦 炒過的雞腿可先分裝備用 出鍋更有效率 在水或母湯中 加入康寶鮮雞汁提鮮 還有雞粉、細砂糖 最後再加入前置備的雞腿肉 米酒、麻油來快煮一下 麻油雞鍋完成 首先加入沙拉油爆炒薑片與酸菜 記得炒完的酸菜可先分裝備用 讓出鍋更有效率 提鮮部分 在水或母湯中 加入濃縮鮮雞汁 窯杜高湯 鮮麻辣鮮露 米酒、白醋 加入酸菜與蛤蜊 高湯蔥露 放上芹菜、蒜苗、香菜 酸菜蛤蜊鍋完成 LINE 搜尋加入聯合利華飲食策劃 掌握更多好鍋定位三步驟的靈感與趨勢 喜歡班長 記得按讚留言加關注哦 下次見